好,我们来研究这一题,我们把它当作柯南来解密 好吧,有一个厚度5毫米,厚 5毫米,毫米毫就是一千分之一 所以是mm,m就是毫,第一个m就是毫 第二个m叫做米,也就是公尺 所以它厚5mm,这样知道吗 什么叫mm,一公分里面看那个尺 一公分它有分十小格 我这里有一个尺 一公分它有分十小格,每一个小格就是一毫米 所以一公分就是十毫米 所以它这个只有0.5公分 这就是0.5公分 公分叫cm cm 这样OK 好,现在它题目告诉你啊,它说 外面的长是31,是量外面的 那你现在看,外面长31,那表示内部的这个长是多少 你要扣掉两边的厚度,对不对 这两边厚度有两次厚度,一个厚度是0.5,所以两次厚度就是0.5乘上2,就是一公分 所以我现在画一个东西是它内部的 外面是31,扣掉左边的0.5公分,扣掉右边的0.5公分,所以里面是总共扣掉一公分 所以31-1,所以里面就是30公分 这样可以啊 这叫内部的,我现在把里面内部的东西把它画出来 也就是想像有一个虚拟的水或者是内部的空间 也就是它的容积啊 好,来,再来,宽26 宽26在这边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要再扣掉厚度两倍,也就是扣掉一公分 所以26-1是多少啊 是不是25 好,这写啊,25 这是内部的 看得到啊,内部的 再来,高20公分 高20公分 所以20是全部的高 所以它这个容器啊,内部可以放19 20-1就是19 更正,更正 它没有盖子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19.5才对 对,反正下面的底嘛 19.5 OK 那它开始注水了 这里有讲啊,注水 注水,水升10公分 假设啦,10公分 水到这边 注水,这里有水 水升10公分 这里我写啊,10公分 对不对 好,然后呢 它放入一个石头之后 它就变为11公分 也就是上升1公分 啊,来 看一下啊 上升1公分 对不对 这一段 这一段 就是1公分 那你会问啊 想一想啊 为什么我放了石头在里面 它会上升 因为石头会把水排开 对不对 石头本身的体积 会把水排开 那排开水没有地方走 就把它往上提升了 换句话说 这个上升的体积 对不对 这个上升的体积 体积我用大V来表示 就是石头的体积 对不对 这样要想通哦 石头把水排开 虽然石头是规则的 但是我排开水没有地方跑 就上升了 所以上升的水的体积 就是石头的体积 换句话说 你要求石头的体积 这一题要你求 石头的体积 是多少立方公分 到底是多少立方公分呢 你就是要求上升的水的体积 来上升水体积怎么算 我们知道这个一公分 是上升的高度 对不对 所以上升的体积 就是用这个上升的高度 乘上它这个内部 水的底的面积 你说对不对 好像一个薄薄的片状的 一个长方体的水块 有没有 所以你要这么想哦 所以上升我们这一体就会做了 我们就写锁球 等于内部的30公分 乘上内部的宽25 这个算出来就是内部的底面积 在乘上上升的一公分 这样算出来就是上升的体积 换句话说就是上这个石头的体积 这样知道吗 好30乘25你会不会算啊 来我问你哦 这怎么算 如果你会心算 直视算 是鼓励你这么做 如果你很没有把握 你就写直视 直视的话 我会建议你 有0的放下面 我写直视算一次给你看 25乘上30 0乘任何数就是0 3515 32得67 750 750乘以1 还是750 所以答案是750逆方公分 如果你会用直视的话 你也是这么做 0先放这里就知道用自己3乘25就是75 其实如果这个东西常常算3乘25就是75 因为100块你把它分4等分 100块分一半是50吗 50再分一半就是25 也就是100块你把它分4等分 就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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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马其中的三份 你马其中的三份 25三份就是75 如果你常常有在找钱 算钱 大概你这个就 大概很快就算出来了 好不好 那这题会不会写答案了 会了 你就写石头体积就是750 立方公分 如果你要写中文也可以 写英文也可以 立方公分 立方公分再复习一次 一方公分就是 毫升 ML也是CC ML也是CC 也是实力方公分 好吧 那希望这一题你把它学清楚 那我看你的过程 你可能是用其他方法 没关系 你学老师的方法 好吧 cultures チーノ 你 都 咋 锢